明带明昆把活女人埋进棺材里,没想到一开棺看到这个东西,在场的所有人都沸腾了。 上午开的是男主人的棺,这座棺材已经密封的不是很好了,所以先开这座。 真正的悬念其实在下午,另一座女官密封性特别好,而且是活活地放进棺材里的哦,这才是真正的民棺。 博物馆馆长正在咬水,里面真正的东西,就要浮出水面了。 这是下午要开的棺,女性棺,此人非正常性死亡,是民棺的受害者。 很难想象,这女的被活生生地放进棺材里,也许尸体完全没有腐败哦!开始卡。 这是上午挖掘道的骨头。 这是那具棺材的主人的锁骨。 据馆长介绍,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皇室墓。 这又是一层包裹尸体的被子看见了这花纹吗?据说是皇室的人才能穿的东西。 很清楚地看到,绳子被解开了,马上要出真家伙了。 棺材北边不能斩人,这是馆长说的。 随着被子慢慢掀开,突然发现了什么,是玉带。 在场的所有人沸腾了,彻底沸腾了。 据说这是何天宇。 令人感到相当惊奇的开关过程,让人光是在旁边看就感受得到恐怖诡异的气息。 然而现在似乎还有人在做明昆的仪式,令人感觉相当的恐怖啊。 不过对于各种的传统,我们都应该感到尊重。 现在就把这篇分享出去吧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